好,各位朋友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国民两党 其实他们都支持要这个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那其实TPP对台湾的危害冲击 是比福贸货帽都要来的大 那在民进党最近提名的这个部分区的名单里面 我们也看到他网罗了很多的 很多的所谓的社会运动的朋友 那这些社会运动的朋友 我宁可他们继续留在整个社会运动在民间 然后继续来督促现在的政府也好 或者未来的政府 因为这两个主流的政党 事实上他们面对TPP都是一样 蔡英文蔡主席上个礼拜 才在大安区做飞机改便当 说要在意我们的食安推广飞机改的食品 但是呢这个TPP一签下去 机改的食品就会长期植入 我们现在政府刚通过一个法案 我们的食品如果超过有3%的机改的原料 就要标示 但是未来如果我们强迫国外进来的食物 要标示它是机改食品的话 一旦我们加入TPP这个法案 就会被视为一个阻碍国外的贸易商进口的一个障碍 那国外的厂商就可以对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提告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因为身为科技也刚才讲了很多的机改的保护数字 在专业上面大家就是会习惯性去利用所谓的专利 或是那个专业权来保障所谓的专业 那这等于是就是借用假保障专业知名来作假的一个保护的措施 那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德国的那个浮湿排放废器 作假的这个体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